前不久,由厦门大学、香港大学、北京万泰生物共同研制的鼻喷流感病毒载体新冠疫苗启动了临床试验 这也标志着中国五条技术路线应急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均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近日,中心社记者前往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这款疫苗的研发工作 鼻喷流感病毒载体新冠疫苗是在流感病毒载体上插入新冠病毒基因片段制成活病毒载体疫苗 从而刺激人体产生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反应 该公司总经理邱子新介绍,这一技术路线研发出来的疫苗理论上可以对特定行别的流感产生一定程度的保护 理论上来讲也能够防流感 但是因为流感变异很大,每一年不是流感它要根据不同每一年的流行要换不同的毒株吗 如果说你今年正好冬季流行这种行别的流感,那它是能够预防的 邱子新表示,流感病毒载体疫苗这一技术路线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它主要通过诱发细胞免疫来保护人体 首先的病毒感染是通过鼻腔进到肺部 那在鼻腔我们有黏膜细胞,因为它会刺激你黏膜细胞产生细胞免疫 人的免疫系统主要有两种渠道发挥作用 一个是B细胞,一个是T细胞 B细胞免疫就是产生抗体 那这个细胞免疫,T细胞免疫也是一个免疫的途径 该款流感病毒载体新冠疫苗将采用鼻喷形式进行接种 邱子欣认为,这种形式除了方便快捷外,在抵御病毒感染方面也有自身优势 他就说因为一个就像免疫屏障,你是通过这个,通过模仿病毒感染的途径 这是一个优势 另外呢,它是因为活病毒 那活病毒呢,可以不停的刺激 就是说更多的刺激,能产生这个免疫记忆,免疫反应 使得真正有病毒感染的时候,能够马上的能够就去抵御感染和抵御发病 邱子欣告诉记者,他们计划专门针对新冠疫苗兴建生产车间,努力提升疫苗产能 新冠这个,如果要做的话,产能要比较高的产能 所以我们预计要做按照上亿季的这种产能规划,来做新的车间的布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